这个教学影片要提供给许多还要参加英文考试的同学以及年轻的朋友 因为你们在学英文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应付考试 可是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因为学校老师教的并不是一个很有体系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必须要硬背硬记硬着头皮去考试 那么考完之后很痛苦的就是因为考得迷迷糊糊的 考完之后大概很少人能够说能够写 也就是说学英文的考试之后并不一定能够让大家能够实际的运用 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如何能够一方面有效的准备英文考试 又能够同时学会这个运用 也就是你能够说能够写 我们在英文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公式 单字加上文法成为一个一个的句子 各位其实你去看各种考试 如果是单选题的 比如说单项选题以及克罗兹考题 其实就是考的是单字或者是考文法结构 那么如果考阅读或者是考写作 那就是考你的对于句子的理解跟运用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两样东西 当然我们先看文法考题 那么比如说各位在考文法考题的时候呢 在这个学校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教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实在很难懂 那么我们相反的希望大家能够先 真正理解了文法结构之后 我们再来反复的念诵 你这样子就第一个不但考试能够考得好 而且你还可以将来就能够运用了 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假设语气的考题 这是学生很害怕的 可是他一定会在题目当中考出来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尤其你看到这四个答案 真的长得都是好像好像哦 真的是读起来很辛苦 答起来你根本不晓得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 好了那你去听老师讲 可能越听越迷糊 反正你就大概实际实际 考得也许可以蒙对了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蒙对了 你根本不懂这个英文 结果你将来还是这个英文会忘掉 然后不敢说不会写啊 那我们就来训练大家一下 怎么样子同步做到又把考试考好 又能够这个运用英文 假设语气各位看到下面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 这个文法的结构就是三个形态 这个讲的是真的 你真的办得到的 我们用现在式的动词或者是未来式的动词 各位请看 If I have money I will buy a car 那么如果我有了钱呢 我就会买一辆汽车 当然这也是你办得到的 你再存一年的钱就可以存到一定的钱买车了 这是有办法办得到的 可是各位看到这第二句 If I had money I would buy a car 那讲的就是现在你办不到的 现在如果我有钱 我当然买一辆车呢 可是现在这个存款里面只有一万块 根本买不了汽车 这个是讲的是讲 现在是讲假的 那么再看这个就是以前是假的 如果我以前有钱 我以前就会买一辆汽车 这时候各位看到 这时候的时态做变化了 我们刚才说 你现在讲假话 用过去式 我们再说一次 你先懂啊 现在如果你讲的是假话 你明明没有钱 可是你却说你有钱 就用过去式 那么如果是你以前没有钱 你讲假话 却说你自己有钱 我们讲的就叫做过去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就叫做海德加PP 所以海德加PP 就是说海德后面有一个过去分词 这个过去分词的有呢 叫做海德 我们在英文被动词三态的时候 海德海德 所以这个后面的过去分词叫做海德 而前面呢 是一个过去完成式的固定用法 叫做海德加PP 刚好也长得叫海德 所以这两个海德 一个是这个助动词的海德是固定的 另外一个是有的过去分词 他们刚好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如果我以前有钱呢 各位看到你的左边现在出现了两个字了 海德海德 你的右手边呢 就出现了三个字 我的have a boat 我的have a boat 这是个固定的形式 boat是这个买的过去分词 所以我的have a boat 那么这个请各位呢 了解了之后呢 养成好习惯呢 我们就要念诵 我们说刚才一个小小技巧 左边一个字 右边是两个字 左边两个字 右边是三个字 那现在你就要念了 我们先念第一种 现在办得到的 if I have money I will buy a car 那么你现在办不到 if I had money I would buy a car 这右边的主动词也变成过去式了 if I had had money I would have a boat a car 如果我以前有钱 我以前就买一辆汽车 各位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你一定要先把它念熟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三条 一个简单的公式 你把它念得很熟很熟 那么我们再回去看题目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轻而易举了 这时候各位看到这个题目 就是if的考题 你看到右手边 我的have a boat 是三个字 还记得我说的 左边就是两个字 海德加PP 所以这个答案呢 海德加PP 海德海德 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选的是C选项 一看就知道答案 我们再讲一遍 因为你看到右边有三个字 那左边就有两个字 一定是海德海德 那个刚才的那种说法 所以我们就海德海德 所以各位这样子 念诵完毕之后 我们考试就很容易考对了 如果把题目拿走了 你会发觉你还会记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我以前有钱 我以前当然就买一栋房子 对不对 现在就争执涨价了 各位一起来 if I 左边两个字 对不对 海德海德 money 那么我以前就会买一栋房子 I 我的 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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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你刚才念得很熟 你现在就是清清楚楚的 a house 换个房子 不就出来了吗 我们再念一次 if I 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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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以前有钱呢 我就以前就买一栋房子 I 我的 海德 海德 boat a house 这样子不就出来了吗 好 那各位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先懂文法 反复念诵 而文法呢 就是利用我们简单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这个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是这样子简简单的那个架构 弄得清清楚楚的 英文的这个整个结构 我们把它分成前三 后四 这样子 你看到任何东西 你就知道 它大概要考什么 然后你再去做 这个推敲 一定就很容易猜对 或者是真正的 做对这个题目了 我们再来看 名词子句的考题 这个观念 也是对学生来讲 很复杂的 各位看到这个题目 I have no idea 后面考一个名词子句 后面有四个答案 看起来怎么搞的 都很像啊 读起来真的好痛苦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好 当然我们说过 你不但要填出正确答案 还要眼睛闭起来 就能够把刚才那句话 重复的正确的说出来 那么各位看到 这是简单一点题目 到了程度更高的 你就会发觉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哇 字好像也长 多了 也难了 但是道理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先学习刚才的 先分析好 念诵好 我们再回头考试 那么我们把上这个六个符号加上去 来分析这个句子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 What do you want 我不晓得你想要些什么东西 What you want 就是一个标准的名词子句 带出一件事情 我不晓得你要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What带出一个子句 我们叫做手 带出这个子句 里面一定先主词在动词 一定是这样说的 What you want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各位跟下面这个地方去比较一下 下面叫做 What do you want 这个What do you want 是一个疑问句 你会发觉这前面有个度 放在这个右的前面 这是也是正确的句子 不过叫疑问句 可是这两个并不一样 这叫做名词子句 叫做手 后面主词动词 而这个是疑问句 疑问句呢 就有这样子的 后面加了一个度的 这样子的状态 那么你理解之后 等一下 如果是考名词子句 你要选的是这种 而绝对不会是这一种 好 那你就要念诵了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念它十遍 二十遍 念得好顺哦 好 那么各位记得 虽然我给你看的例子 是很简单的 等一下 你去看复杂的例子 虽然自难了 句子长了 可是它的结构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 第二个形式的 名词子句 I don't know what is wrong 我不晓得什么是错了 这个What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手 带出一个子句 意思是动词 那么主词呢 主词就是 这个What要坚韧主词 这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 名词之句也有这样两个形式 就说一个是纯粹当手 后面有主词动词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它这个手啊 坚韧它的这个主词 所以呢 它的这个What 就会变成了 后面直接接个动词 意思 那我们再看这最后一个例子 I don't know who she is 我不晓得它是谁 这件事情 这个Who 也是一个词句 带出来 手 主词动词 可是我们平常问人家说 它是谁 一定说Who is she 我们会发觉 意思跟旭 是要倒过来 而不是she is 哎呀 同学在学校听老师讲 听的是天花乱坠 偷昏脑 你念它三次 不就清楚了吗 I don't know who she is I don't know who she is I don't know who she is 当然 这是另外一种 Who is she 那是疑问句 我们要考你的是这一组 你再念它一遍 I don't know who she is 记好这个观念了 手 后面有主词 动词 照这个规规矩矩矩的排列啊 那现在我们回头看 刚才这两题 I have no idea 我不晓得 不晓得什么事呢 后面带出来个名词 词句 先有手 所以先有手 你看是不是 A或B 然后先主持在动词 所以要说 Where she is 所以这答案选的是 B选项 我们把它放进去 再念一遍 I have no idea Where she is 你会做简单的题目 难的题目 就考不到你了 各位请看到这个句子 The News Report 这新闻的报道 The Not Show 并没有显示 并没有显示什么呢 后面带出来一个名词指句的一件事情 那么名词指句一定是先出现手 再出现主词动词 所以各位会看到这答案当中 A跟B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考虑C跟D的选项 那我们看到A跟B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A就是标准的先主持 The Terrorist 叫做恐怖分子 Attacked 叫做攻击 先主持在动词 所以答案就是选A 而B选项里面 这个地方多了个Ded Ded就变成了疑问句 所以这并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答案选A 我们现在把这个答案放进去 重新的再来看一遍 The News Report Did Not Show 这个新闻报道 并没有显示 没有提及 提及什么事情呢 When the Terrorist Attacked 什么时候 这些恐怖分子攻击了 攻击了什么呢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政府的建筑物 这个事情并没有被显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名词 子居的考题 我相信各位这样子做 就会觉得很轻松 而且记忆很深刻 那么我们再请各位 多欣赏一点点 这叫做形容词的考题 这也是对于学生来讲 一个头两个大的题目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叫做 My Sister is similar than Jessica 这个是考的叫做高很多 我的姐姐比较高 比Jessica高很多 那么这就出现了四个答案 这个到底要选哪一个呢 各位真的是看起来怎么搞的 都长得差不多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那么同理啊 这刚才是短音节的题目 现在变成长音节的题目 这又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先不要急着去做题目啊 所以好多的朋友 你们的程度还不够的时候 就先去补习 一补习呢 他们当然就拿出这种考题 比如说你要去考多一考试 你上课 当然就给你多一考题来练习了 结果呢你发觉你是 程度不够 理解不够 你读起来非常非常的痛苦 而且你的进步会非常有限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分析一下 念诵它一下 再来去做题目 she is tall 它是高的 这是我们的高 tall叫做原级 如果比较高 我们就会后面加个er 这个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taller 比他的姐姐要高 那我们不但高 还要高很多 我们就前面加个副词 可以加match 也可以加far 大部分考试都是match 不过还是有的考试会考far 所以两个都要记 match taller match taller far taller far taller 所以各位一定要养成习惯 好好的念诵 我们现在合在一起念 she is 它是呢 比她姐姐高很多 match taller far taller than her sister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this is expensive expensive叫昂贵的 这个是 长音节 长音节如果要变成比较贵 我们就说more expensive more expensive 记得加了more 你就不要再加牙了 不要重复 短音节加牙 长音节加more 那不但比较贵 还贵很多 一样的 加上这个副词 match more expensive 或者是far more expensive 好 那各位同学 其实你聪明的话 你就知道我的要点了 就是你不要光敲 光听 光备 你要念它几次 你念几次 你就会发觉你印象深刻 记忆清晰 我们再合起来念一次 这样东西 this is much more expensive far more expensive 要比那个东西贵很多 than that 要比那个贵很多 现在我们就回去 看刚才这两个题目 我的姐姐 要比Jessica 高很多 这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办法 一看就知道答案 你就表示 还念的不够 你的印象不够清晰 从不说比较高 我们就记得叫toler 然后不但比较高 还高很多 还记得吗 much taller much taller 所以答案选b 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把它放进去 再念诵它一下 my sister is much taller than Jessica 这样子是不是轻松又愉快呢 我们再看这第二个题目 in economic terms 从经济的观点 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废话 我们考的还是形容词的 这个比较急变化 the house is today 今天的房子呢 are 是呢 是怎么样呢 land those those指的就是房子 在以前的时候的房子 现在不但贵 贵很多了 还记得吗 expensive 比较贵要more expensive 不但比较贵 还贵很多 前面加字 much more expensive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 a选项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放进去 再念诵一次 in economic terms the houses today are 什么样子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ose before 所以对于这个 much more expensive 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 所以考完试以后 你看到 我把视线移开了 将来你要说这句话 就会立刻出口 叫做much more expensive 这才是你真正要学到的英文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急的考试的题目 我们很快的再来看看紫句的考题 this is the story 各位看到后面这四个答案 是不是又长得好像 好像都差不多 有的地方多一个小东西 有地方少一个小东西 这种读起来真的是痛苦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学校就是喜欢考这种 你好漂亮 你漂亮好 好你漂亮 这种非常无聊的考试题目 可是没办法 你在这里学习 你只有接受这样子的教育 当然你既然考试嘛 就想办法把它考好 而且在这种教育体系之下 你还是能够脱颖而出 能够将来能够真正的运用 我们一样先做分析 再来做考试 我们看到这两句形容词子句的题目 我们把它给分析一下 this is the story 这就是这个故事 which带出来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子句 就是一个手 形容这个故事 everyone likes 每个人都喜欢呢 这就是主词动词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子句 手主词动词 这个每个人都喜欢to hear 去听到这个故事 在英文里面 我们这个听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我们在英文就变成了which 放在前面 可是我们中文 我们会说 每个人都喜欢听他 所以我们在后面 很多人就会以为 后面还有一个it 因为it叫做他 其实这个他 在英文已经变成了这个字 叫做which 所以不可能有他 那么 如果你把这个子句先念熟 我相信你根本不会有这个他的问题 我们再念一下 which everyone likes to hear 再看这第二个例子 this is the story 这就是这个故事 which是这个故事 ends ends就是结束 怎么样结束呢 来个副词 satisfactory 这个是令人很满意的结束了 故事是圆满大结束 这时候各位看到 ends是一个动词 这个前面 就像刚才名词子句一样 这个which要当首 又坚韧主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 这种形式的子句 是坚韧主词的 以及纯粹当首 后面有自己主词动词的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子句 但是都叫形容词子句 现在我们来一起研究刚才的考题 this is the story 好了 我们先说which 不过这四个答案都是which 然后我们就要先找主词找动词 我们看到这四个字也是主词 喜欢 那这时候就有点区别了 有的是like 有的是likes 还记得吗 第三人称单数 动词加s 所以我们只能选like 所以不是选b 就是选c 可是我们看到b 后面就多词一句 多了个什么字 it it 就是which 这个故事就是which 不需要用it 所以这个答案选的是 c选项 which everyone likes to hear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喜欢听的故事 各位养着好习惯 不要选c 就再见了 把c这个答案填到这里来 重新再念它几次 你才能够永远记得 不要这个过两个月你就忘记了 等到下次考试 你又得重新再学习 这就是现在同学的痛苦 国中学一遍 高中学一遍 大学再学一遍 出了社会 到我们这里来再学一遍 那你何必不一次学完呢 所以考对了念诵 this is the story which everyone likes to hear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题目 这第二个题目 你就会看到很明显的四个答案当中 两个有which 两个没有which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地方 我再补充一下 还记得我刚才说 我们的形容词指句 有两个形态 一个是长这个样子的 which everyone likes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会去省略掉 它的后面仍然有一个标准的主词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会去可以被省略 可是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which ends which是不是首间主词 后面接动词 如果我把这个会去拿掉 各位看到 我没有which 也就没有了子句里面的主词 这个 现在英文非常重要 就是主词动词的观念 所以如果你接受六个符号英文法的训练 你在一开始 就会有非常清楚的主词动词的观念 因为主词动词 其实就像人的人头跟身体 这是多么的重要 你当然一定在任何句子 一定要有主词动词 包括词句 所以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词句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后面直接接动词的这个which 是不可以被省略的 这个which 你仍然应该要把它给好好的保留在这个原来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的which一定要在 既然这个which一定要在 各位看到这个题目 后面就是直接接动词 所以这个which一定要在 which既然要在 不是选b就是选d的这两个选项 然后我们看到后面要动词 因为我的which就是首间主词 有了主词后面一定要动词 我们就选的是b 各位看到这个d选项是ending ending在英文叫动名词 这根本不是动词 不要看到ing就以为它是动词 这个ending单独一个字的时候 并不是真正的动词 所以我们要说which ends 最单选的就是b选项了 所以我们把它套进去再念诵一下 this is the story which ends happily 这是一个以快乐而做结束的一个故事 这样子各位经过这样子的分析之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就会很同意了 先简单的理解一下文法的结构 然后念诵它几次 你就会发觉不管做什么题目 都会轻松愉快的这个来答题 而且答完题之后 你会发觉你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 在我们的这个书里叫做学测寒寿 我们就提供大家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些必考的文法 做一个分析 在这个必考文法里面呢 我们就提出很多这个考试的题目 我们先做分析 然后带领大家念诵 那么根据刚才的这个教学的指导 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你能够照着这样办 其实你几乎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文法架构好 其实更能够帮助各位同学的写作 这个你会得到很好的分数的 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单字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公式 单字加文法成为句子 那么对于单字 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不要直接去死背的 因为这样背的效果很差 而且你很痛苦 你会觉得自己很笨 都记不起来 各位你记不起来 其实我也记不起来 因为我们都不是超人啊 这样子能够背单字的是超人 那么我们会鼓励大家 是反而先做这个考古题 或者是去多看文章 从上下文当中 有声音 有声音的 记出新的单字 单字 这样子记 从上下文当中记 才有印象 才有意思 才记得住 那么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背 那么你就也要找一些办法来帮助你背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学校有五千字七千字的单字 同样的在我们这本学测寒寿这个书里面呢 我们也提供大家这七千个单字 就是最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能够带领的大家念诵 你不要光看 你要念诵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C的这个这些单字 Chess 现在你看到这个字 你就跟着我念 Chess 叫做追 追叫做Chess 追 Check 叫做检查 Check Chick 叫做小的鸡 或者是年轻的女孩子 叫做Chick 当然Chicken 各位就熟悉了 鸡 或者是鸡肉 Chief 是首领 首领 叫做Chief 所以各位跟着念 Chess 追 Check 检查 Chick 小的鸡 年轻的女孩 Chicken 鸡肉 或者是鸡 这样子是不是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当然这样子背 效果也不是很好 可是至少可以弥补一下 你光看 看完就忘记的一个痛苦的结果 讲到这边 就希望刚才所提供大家的一些准备考试的方法 能够给大家比较方便 比较能够上手的一些准备考试的方法 那么非常辛苦的 我们的同学在现在这种教育环境里面 整天十倍十计考试 老师也教得很辛苦 学生学得更痛苦 好的学生是很用功很用功的 白天读书晚上再读书 假日再读书 读完了还不一定能够运用英文 那但是更多的同学就是提早放弃 看到英文就讨厌 那么老师也教得很痛苦 学生没有成就感 老师教下去 也是教得这个心力焦脆 也不晓得怎么教了 所以我们的英文啊 尽管大家都在学 甚至从小学一年级 幼稚园 大家都在开始学英文了 可是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就是放弃英文 不喜欢英文 那么六个佛号英文法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希望提供大家 你还是要考试 我们也都能理解 可是你要考得愉快 你要考得进步 当然考完之后 不要忘记了 读书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 你的英文考得好 不一定能够就业 唯有你英文真正的好 能说 能写 你才有办法 找到好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